早上好,这是一个美好的时刻,同时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让我们能在离别后,各自建立自己热爱的生意之前,再一次和你们见面。 我们希望跟大家说一些心理话,希望你们现在能信任我们, 直到我们发自内心希望你们成功。 今天我们的话题没有那么轻松, 我们说话会比较直接来给大家解答接下来做什么的疑问。 我加入这个生意已经很多年了,直至今日, 我每到星期天聚会快结束的时候,我都有一种感觉, 我已经做好了奔跑的准备,给我指明方向吧,我马上行动。 今天我想给大家解答刚才的那个问题, 你们从领导人那里得到了一切所需的信息, 不必再到处寻找了,关于接下来做什么的问题, 你们拥有出色的领导人和导师, 他们会给你们指引。 现在我们只是给大家整合一下, 这样你们就可以在回家以后, 根据你们的个人能力开始建立生意。 坦白说,今天这样的聚会最重要的是, 你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专注于这个生意, 这是你和其他人最大的差别, 决定了从现在开始到下一次聚会, 谁能取得长足的进步, 谁还在原地不动。 系统总是教我们以一次聚会结束到下一次聚会开始之间的90天为期限, 推动生意,全力冲刺。 就我而言,如果让我为超过90天的期限制定工作计划, 让我计划未来一两年要做什么, 虽然我们有一个总体的规划, 但是一想到我要做出的改变和我们要完成的工作, 我会很容易被吓倒,觉得无法做到。 所以我们的领导人教会我们要在90天内专注于目标, 全力冲刺,就是这么简单。 这就是我们和大家讲的内容。 今天的聚会之后,你要疯狂起来, 如果你想创造疯狂的收入, 那你就需要做出疯狂的决定, 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每年六位数字的收入不可能从天而降, 你要目标明确,严格自律, 你们都能做到的。 你们都学会了每天刷几次牙, 这些简单的事情都难不倒你们。 在这个生意里,只要长期坚持, 简单的事情也会带来不简单的结果。 接下来我们讲一讲这些简单的事情。 你们要购买下一次聚会的门票, 我们的团队经常相互竞争, 幼稚至极,非常不成熟, 每个人都争先恐后, 看谁抢到第一张聚会门票。 我们把购买门票变成一场竞赛, 我们的团队很喜欢这个竞赛。 事实上,我们这一次的周末聚会还没结束, 就已经抢购下一次周末聚会的门票了。 门票开始发售后, 你是第一个买票的人吗? 你有没有一心想着 要做买到门票的第一人? 买门票的重点不在于买了门票就能参加聚会, 而是如果你自己都没有买门票, 那你怎么向团队推广聚会? 这说不过去呀, 购买聚会门票是一个生意决策, 你能够向生意伙伴推广聚会了。 你就可以底气十足地说, 我买了门票, 我们一起去参加聚会吧, 我怎样才能帮助你们参加聚会呢? 现在你处于进攻的位置, 这是成败的关键, 我们的导师大卫和克里斯汀杜莎很善于将我们放在进攻的位置, 因为这就是大卫的思维方式, 他是一名运动员, 无论做什么事情他都一心求胜, 每做出一个决定他都要慎重考虑这个问题, 这个决定会把我放在进攻的位置还是防守的位置? 如果你立刻购买门票, 那你就站在了进攻的位置。 买门票虽然微不足道, 但却是基本的工作, 如果你能做到, 就能推动自己的生意向前发展。 常言道, 承认现实是第一步, 做任何事情都是如此, 这个生意也不例外, 你们要好好审视自己的自用量, 你是不是最大限度地购买了你的生活所需品? 你是不是已经尽可能地将生活的预算转移到安利产品上消费? 然后你要建立你的顾客群, 得到他们的订单, 尽快让销售额达标, 这样你就可以做你最擅长的事情, 那就是帮助别人, 帮他们建立生意, 提升销售额。 你参加团体会议勤快吗? 你能不能做出承诺, 保证在接下来的90天里, 绝不错过一次团体会议吗? 就只有90天而已, 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 想着下半辈子绝不错过一次团体会议, 这样想会让我觉得做不到。 在90天内, 你能够参加每一次团体会议吗? 你能完成部门领导在日程表上 给你安排的每一件事情吗? 如果你希望这个生意帮你赚钱, 你就要把它当作一个生意, 参加团队会议, 了解这个生意的信息, 接受领导人的教导, 这些都非常重要。 如果你的部门领导给你做咨询, 你一定要去, 要知道他们已经有稳定的收入, 生活过得不错, 但是他们还是愿意抽出时间帮助你, 其实他们本来不需要这么做, 但是他们还是这么做, 是因为他们爱你们, 希望向你们传授知识。 不要把这一切当作理所当然, 你一定要把聚会的安排写进日程表里, 现在就做出承诺, 保证参加聚会。 如果你现在就做出承诺, 到时候如果有其他事情, 你就会说,不行, 我已经事先有约了, 在接下来的90天里, 你要对自己的生意做出承诺。 最后一点我会一点一点阐述, 到最后你们就心中有数了, 那就是要把团队架构画出来, 同时咨询成长中的导师, 这是一项很基本的工作, 但是很多人都没能做到, 这是我们的真实经历, 多年以来我们一直强调这项工作的重要性,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在过去两年里, 我们忘记了把这项工作告诉整个团队, 想当然地认为大家都会这么做, 突然我们发现我们团队发展速度减慢了, 我们都会犯错, 所有领导人都会犯错, 我和提姆自我反省, 最后得出结论, 我们做错了, 我们很长时间没有强调这项工作了, 于是我们重新在团队中强调画出团队, 咨询领导人的重要性, 结果我们下面的小组又再蓬勃发展, 这真是一件微小的事情, 很容易忽略, 我会教大家如何把团队画出来, 咨询领导人, 我喜欢这个做法的原因有两点, 其一是持之以恒, 我们每个人都很难做到持之以恒, 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其二就是负责任的态度, 持之以恒再加上负责任的态度, 能够在这个生意中拧成一股强大的动力, 画出团队, 咨询领导人很容易做到, 也很容易做不到, 所以我想花点时间谈谈这个问题, 我肯定还有更多的基本工作等着你们去做, 如果你的导师叫你专注于某项工作, 那你就专注去做, 我只不过给大家讲一些简单的例子, 让你们能在聚会上有所收获, 推动生意。 我们在建新房的时候铺了一条车道, 我们住在弗吉尼亚州, 当地天气炎热, 我认识一些佛罗里达州人, 我们那种热并不像佛罗里达州的那种热, 我们那里是又热又潮湿, 铺好了车道之后, 建筑工人交代的第一件事情是, 千万不要让孩子把自行车停在车道上, 我嘴上虽然说好的, 但心里却觉得这没什么道理, 我把这话告诉了提姆, 他说是啊, 我们要注意, 我听不明白, 问他是什么意思, 他说如果在一个炎热的日子, 有撑脚架的自行车停在车道上, 撑脚架会变得非常热, 最终会在车道上留一个洞洞, 我站在那里, 看着提姆的车, 车子停在孩子们的自行车旁边, 汽车的重量远远大于自行车, 四个轮胎压在车道上, 但是它们达到了完美的平衡, 不会在刚铺好的车道上留下痕迹, 但是如果你将一个小小的儿童玩具的尖角处 对着车道往下压, 再加上炎热的天气, 过了一段时间, 这玩具就会穿透车道, 这个生意也是这样建立的, 当我们在进行为期90天的冲刺时, 我们并不是平衡的用力, 我们为这个生意疯狂, 全力以赴, 愿意做一切需要做的事情, 我们睡眠的时间减少了, 也错过了一些家庭聚会, 但是这种牺牲是暂时的, 我们只是为了追求最美好的东西, 放弃了一些不错的东西。 关于画出团队架构, 我稍后会继续讲, 在这之前, 我想向你们提出挑战, 你可以做得到的比你想象中更多, 你们的导师在帮助你们, 希望你们达到更高的水平, 发挥出最大的潜能。 如果你不出去告诉别人这个生意, 那么谁会去呢? 如果别人没有找到你, 向你推荐这个生意, 你会来到这里吗? 想一想和你擦肩而过的人, 也许他就是下一个斯格特和玛丽简, 下一个德士特耶格, 下一个约翰克罗。 我们经常说, 要是我们当初与约翰克罗擦肩而过, 结果会如何? 你还可以做得更多, 你现在生意才刚起步, 你很困惑, 我应该做些什么呢? 我已经从这次精彩的周末聚会上了解到所有信息, 我怎么利用这些信息发展生意呢? 如果你跟我们的团队一样, 我们团队最大的盲点, 就是不知道如何在90天里始终如一坚持到底。 现在我给大家讲一讲如何做到。 我们的领导人教我们要每天把团队架构画出来, 你们的领导人的领导人当初也是这么教他们的。 如果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其实就是在脑海里把你的生意描绘出来。 至于怎么画出团队架构, 你可以咨询导师。 我们的做法并不重要, 因为我相信每个团队都有自己的做法, 重要的是你的做法要和你的团队一致。 你要把自己画出来, 把你的各个小组及其组员画出来, 你们的生意伙伴会告诉你画谁出来, 每个人生意的发展状况, 这些细节都取决于你自己和你的导师。 这样做的用处就是让你在事情发生之前 对生意状况有一个预先的设想。 你们有没有常常听人家说亲眼所见才能相信? 现在你可以相信了, 你要按照你希望的样子把团队画出来。 以我和提姆为例吧, 我们现在是翡翠, 很容易就能把我们下面三个稳定的小组画出来。 我们正在发展第四、第五和第六个小组。 我们把这些小组都画出来, 每个组员用圆圈来表示, 圆圈里还没有写上名字。 我们每次想计划都会把推荐对象画在团队里, 当作他们已经加入了。 我们在脑海里看到了整个生意架构, 这样做给我们创造了信念。 我们去参加聚会的时候变得更加自信了, 而我们整个团队也更加自信了, 疯狂地建立生意。 每天都把团队画出来, 你就会知道自己已经拥有什么。 我就完全向大家坦白吧。 直到今天, 我和提姆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认为自己拥有的东西比我们真正拥有的多, 自以为自己做了的事情比我们实际做到的还要多。 我们的白板是一个庞然大物, 长八尺, 宽四尺, 上面写有团队的每一个成员, 还标出我们每个星期要寻找多少个推荐对象, 在此期间讲多少个计划, 还写明了我们的目标。 这块白板就好像我们生意的指挥中心一样, 待完成的任务全都写在上面。 人们常常问我, 你们把那么多东西写在白板上, 自己又还没有兴奋起来, 难道你们不会觉得紧张吗? 不觉得不好意思吗? 确实, 我们还没有建立第四、第五、第六个小组, 团队规模不大, 我们是有一点不好意思, 因为我们的团队还没有达到我们想要的规模。 但是我从大卫和克里斯汀身上学到了一点, 我也希望你们也学习一下, 他们一直教育我们说, 躲在自己背后不敢面对恐惧, 比直面恐惧更糟糕, 这是他们教会我们的东西, 我们又教导我们的团队, 无论你在这个生意的哪个位置, 你要成为生意的主人, 正视自己的位置, 这是一个安全的环境, 你的团队关心你, 希望你能成功, 没有人会评判你, 没有人会说, 林和提姆, 你们早该做到钻石了。 没错, 我们也知道啊, 但是没有人会这么对我们说。 这个团队希望你成长, 面对自己所处的位置, 是你走向财务自由的第一个机会, 然后你就可以努力建立生意, 多年以来我们努力建立生意, 假装我们拥有的比现实更多, 毁掉了我们的自我形象, 因为你会觉得一切都是假装的, 或者你开始觉得总有一天会被别人拆穿的, 发现去年我们的生意在走下坡路, 生意滑坡是时有发生的事情, 这是生意的周期, 有高潮也有低谷, 在过去几个月里, 我们去了很多地方, 做了几次演讲, 我可以发自内心告诉大家, 我热爱这个团队, 因为这个团队已经蓄势待发, 不断增长, 我无法确切地告诉大家, 我为什么这么认为, 但是我看到了你们脸上的兴奋, 感觉到会场内的能量, 感受到你们对这个生意的热情, 也看到你们在认真做笔记, 那是一种感觉, 一种发自内心的感觉, 我们去过很多地方, 但并不是每个地方我们都有这种感觉, 我看得出你们已经蓄势待发, 我们的团队即将出现爆炸性增长之前, 我也是这样的感觉, 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感觉, 这就是为什么我希望你们意识到, 你们距离拐点已经非常接近, 爆炸性增长, 触手可及, 到时候你会惊叹, 哇, 我从未想过这个生意会发展得这么快, 这是一个非常美妙的时间节点, 你们的领导人有着比我和提姆更丰富的经验, 他们会对你们说同样的话, 你们已经非常接近了, 成功的钥匙已经触手可及, 你一定要继续前进, 把团队画出来, 看到每个组员的名字, 这样做有很多好处, 有些人可能跟我和提姆一样, 我们得非常费劲才能记住人的名字, 事实上有一次我们正在接触推荐对象, 提姆连我的名字都叫错了, 有些人可能善于通过听觉来记忆, 听到别人的名字就能记住, 我善于通过视觉来学习, 我了解自己的特点, 所以我才会做笔记, 如果我看到一个名字, 我就会永远记住, 把名字写出来, 可以帮助你记住人名, 要知道, 人的名字是很重要的, 人们都希望听到别人叫自己的名字, 这是画出团队架构的另一个好处, 我还发现, 把团队画出来, 我们就不会一想到需要完成的工作, 而感到压力重重, 每当我想到要冲刺钻石时, 我都会觉得压力之大, 无法承受, 感觉我们要做的事情有那么多, 还要推荐那么多的新人, 我们画出团队时, 我们的领导人, 也就是耶格系统里的领导人, 他们教会我们, 每个月增加一到两层深度, 这样一来, 这个目标听起来就没有那么难了, 你只需要每个月增加一到两层深度, 如果你告诉我, 我要推荐一百个新人, 我会感到无法承受的压力, 但是推荐一个人, 我是可以做到的, 我认为每个人都可以成功推荐一个新人, 如果你是刚刚加入的新人, 除了你自己, 你没有其他人了, 欢迎你, 你现在有一个团队了, 把自己画出来吧, 然后每个月增加一层深度, 就从一个开始吧, 这是我们每个人都能做到的事情, 这样做不会带来太大压力, 能够为你的团队创造动势, 此外你也会发现, 容易犯错误的地方, 及时纠正, 通过画出团队架构, 我们开始看到我们的团队疏忽的地方, 发现领导人过早把任务分配给组员, 领导人有自己的白板, 到了晚上, 他们把白板的内容拍成照片发给我看, 然后我更新自己的白板, 我们就能看到, 有些4000积分的小组出现了一些问题, 比如让新人去讲计划, 做领导人应该做的事情, 因此我们能够在事情变得无法挽回之前, 及时发现问题进行纠正, 现在我们团队每个人都团结一致, 全力以赴, 我们把这称为创造奇迹的白板, 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是演讲嘉宾了, 我们的白板将会创造奇迹, 我们会拥有出色的小组, 我们把白板拍下来发给领导人, 提姆拍下白板的照片发给大卫, 大卫看完了之后会给他回复, 很好, 我认为你还要做这些事情, 有另外一双眼睛盯着你的团队, 指点你的团队发展, 真是太棒了, 如果是你推荐线上的哪一个人, 这个领导人已经完成了你想要完成的工作, 而且还在继续成长, 难道你不希望得到他们的指导吗? 他们的指导非常有意义, 我们还发现, 一旦你把团队画出来, 你就可以制定一个切实有用的行动计划, 明确自己的目标和方向, 而这样做的关键就是与成长中的部门领导保持清晰的沟通渠道, 每个团队都不尽相同, 我们在后台聊天的时候也说过, 也许这个成长中的部门领导就是你的推荐人给你咨询意见, 在某些情况下, 你的咨询导师可能是比你高几个层级的领导人, 取决于哪位是最适合给你做咨询的人, 你的讲弦以及具体的情况, 这是这个生意的魅力所在, 你的领导人会根据你的情况为你选择咨询导师, 你只要信任他们就好。 最后, 你要小心自己脑海里的声音, 这个生意有许多信息, 来自音频资料、书籍, 还有领导人和其他团队等等, 你要小心自己脑海里的声音, 导师只能有一个。 最近我开始学打网球, 因为我的两个小孩一个三岁一个五岁, 对网球非常感兴趣。 提姆在大学打过网球, 他现在的球友是大学网球队的球员, 他们在一起打球, 他也是我们儿子的教练。 我看着他们打球心想, 太不公平了, 你们的球技都在进步, 而我还是老样子。 我也喜欢网球, 所以提姆为我安排了同一个教练的网球课程, 于是这个人成了我们家的网球教练, 教我们家每一个人打球, 真的很棒, 这是我的梦想。 上个月我们去了佛罗里达州的坦博, 那时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所以我们多停留了一点时间。 我们的度假酒店有一个网球场, 提姆说, 我给你安排一次网球课吧, 很划算的, 是酒店包含的服务。 我说好吧, 在此之前的一个星期, 我刚刚和我的教练上了三个小时网球课, 然后我去了佛罗里达州, 在那里向一个职业网球手上了一个半小时网球课。 回家之后, 我觉得非常困惑, 两个教练的风格完全不同, 一个教练教我的动作要领, 另一个教练说不是这样的。 我再次站在网球场上时, 感觉好像从来没有拿过球拍一样, 在球打到我面前的时候, 我完全不会动了, 我的脑海里有两个声音在打架, 我应该这样做, 还是应该那样做。 我愣住了, 接不到球, 我头脑中的信息过多, 导致我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做了。 最后, 我对提姆说, 我脑子里只需要有一种声音就够了, 就一个教练, 一种声音, 我可以全心相信他, 然后按照教我的去打球。 如果你脑海里有几千种打球的方法, 你就会感到困惑, 无论帮助你成长的导师是哪一位, 我希望你要相信他们, 让他们的声音成为你脑海里唯一的声音, 直到你走过这个生意的旅程。 到了下一个阶段, 如果你需要多一个导师指导, 或者一个更高级别的导师来帮助你前行, 你会找到这样的导师。 我们也是在生意成长到一定规模之后, 才得到约翰和珍妮贝尔·克劳的指导, 他们的指导是我们努力争取而来的。 你们的团队已经做好的成长的准备, 只需要在一些微小的地方做一些调整, 生意就会变得强大。 接下来提姆会上台, 他会告诉大家在建立了团队之后, 如何保持团结,增加深度。 我喜欢听他讲这个话题, 因为在这个生意里犯了很多错误, 但是约翰和珍妮贝尔·克劳教我们如何建立深度时, 我们全都听进去了。 神奇的是, 这都不是什么新鲜的内容。 要知道约翰和珍妮贝尔·克劳是卓越的演讲者, 因为他们善于教导如何建立深度而在全国受到推崇。 但是你们不知道的是, 在每一次吟章及以上级别聚会上, 约翰·克劳都会对大家说, 我知道的所有东西都是从德士特耶格那里学到的。 我们要说的跟所有领导人教导的没什么不同, 都是来自同一个前辈, 我们是一个大家庭里共同学习如何建立深度。 如果我们可能把深度这个问题讲明白, 那我们就是尽了最大的努力。 我们永远不会改变他们的教导, 因为证据就摆在那里, 耶格家族非常了不起, 他们建立了庞大的生意, 而约翰和珍妮贝尔·克劳的生意呢? 约翰在1981年头部中枪, 尽管如此, 他们的团队仍然继续发展, 不久他们做到了双钻石, 现在他是皇冠大使。 你们的领导人也学会了同样的东西, 要教给你同样的内容, 这是不会改变的, 只不过我们如果可以以另一种方式让你们听明白, 那我们就完成了今天的任务。 我就讲到这里, 现在有请提姆。 谢谢大家给我一点时间, 我会具体跟大家谈谈什么是深度。 对我们来说, 这是一次疯狂的经历, 因为在这以前, 我只在录音里听过许多领导人的故事, 我们只是听说过他们, 从录音里听到他们的声音, 从约翰和珍妮贝尔·克劳那里听过他们的故事, 从我们的导师大卫和克里斯汀那里听过他们的故事。 我们之前没有机会认识你们的领导人, 但是现在, 我们能够在各大聚会上认识一些领导人, 打一声招呼。 你好, 很高兴见到你, 然后我们各忙各的, 为了推动生意, 我们都有很多事情要做。 他们在人生的不同阶段建立了这个生意, 每个人都会经历人生的不同阶段。 青少年时期到了二三十岁, 他们有年幼的孩子, 然后四五十岁, 孩子长大了一些, 最后孩子长大成人, 离开家门, 不用照顾他们了。 坦白说, 在我们的团队成员中, 处于最后一个阶段的生意伙伴的成长是最棒的, 就是所谓的空潮老人。 他们就好像重获新生一样, 我在你们身上看到了这样的潜力。 我们现阶段孩子还小, 幸运的是, 这次来参加聚会, 你们的领导人考虑非常周到, 让我们在酒店客房订餐, 我们就可以闲适地待在房间里, 什么也不用做。 有意思的是, 在人生的不同阶段, 我们会渴望不同的东西。 现在, 我们一个孩子三岁, 一个孩子五岁。 以前没有孩子的时候, 我们两口子经常在凌晨一点, 中看电影, 一直看到凌晨三四点钟, 也没有关系。 因为我们第二天可以睡到中午, 到下午一点钟才醒来, 把团队画出来, 然后建立生意。 这种生活多么惬意。 后来我们有了孩子, 我其实比林更喜欢早起。 但是, 以前的早起和现在有了孩子的早起, 是不一样的。 我早上六点钟就被闹钟吵醒, 我心想, 自从没有上班后, 我就没有试过这么早起床, 脑中太讨厌了。 哦, 孩子的脸真是太可爱了吧。 现在, 我们期待下一阶段的到来, 到时候, 孩子们起床了, 会自己洗漱, 下楼玩耍, 不用我们照顾。 到时候, 我们就舒服了, 总有一天, 我们会到达最后那个阶段的。 我们认识一对夫妇, 不是我们团队里的, 他们疯狂建立这个生意。 他们现在是钻石, 他们的孩子已经上大学了, 他们进入了二人世界的这个阶段, 正在全力以赴地建立生意, 那股尽头就好像他们才22岁一样。 我认识他们很多年了, 从未见过他们这么有憧憬。 他们干劲冲天, 充满活力, 非常了不起。 我就拿我的父母和他们对比吧。 他们的儿女已经成家, 现在是空潮老人了。 我的父亲经营了一家成功的牙科诊所, 以全世界的标准来说, 他的事业是挺不错的。 每次我和他们聊天, 他们都叹息。 我们都不再年轻了。 我不是在开玩笑, 每次都是这样。 三个星期之前, 也就是7月4号是独立日, 我去探望父母。 我的妈妈说, 我们都不再年轻了。 我打断他说, 妈妈, 这句话你从10岁就开始挂在嘴边, 不要再这样说了。 他也笑了, 但是这句话表明了他的思维方式。 他们现在才63岁, 也并不是那么老呀。 另一方面, 在我们的生意里, 有些人已经年过70, 他们的思维方式远远超越了我的父母。 我希望我的家人也有这样不老的心态, 永远不会变老。 经我们观察, 无论你在什么年纪加入这个生意, 你都不能超越自己的年龄。 说到思维方式, 如果你加入这个系统, 跟我们的领导人一起努力, 和你的团队共同进退, 你就找到了青春的源泉。 如果你没有这种感觉, 那是因为你没有建立这个生意。 你们可能会觉得我这么说话, 不太像那个一向友善的题目。 接下来, 我想和大家谈一谈深度。 坦白说, 我要讲的内容全部都不是我的原创。 大卫从来不教我们这些, 我们只是在旁观察大卫和克里斯汀, 看他们以身作则, 然后自己总结得出的。 我们听过克劳夫妇传授这些经验, 每一次我们一起参加聚会, 他们都会传授同样的经验。 我大概能听了有上千遍吧, 我一点也没有夸张。 他每次讲到深度这个话题的时候, 都会说, 大家知道我是从谁身上学到的吗? 德士特和波迪耶格, 他每次都会归功于他们。 我想问他们, 我们什么时候能够见到耶格夫妇呢? 他的回答永远都是, 你第五次参加钻石俱乐部就能见到他们。 你们笑了, 证明你们比我更了解约翰·克劳。 我总是说, 我不能在第一次参加钻石俱乐部的时候就跟他们见面吗? 他说, 相信我吧, 到了第五次, 他就会见你了。 很明显, 你们团队一脉相承, 能够理解什么是深度。 发展深度并不仅仅是为了做钻石, 也不仅仅是为了做直系, 或者做到Q12, 而是为了让我们的生意长久地传承下去, 一旦成功就永远不会失败, 在此基础之上更上一层楼。 今天下午的时间也差不多了, 最后给大家矫正一下思维方式吧。 首先, 避开人际关系不谈, 谈论深度就没有意义, 因为所有深度的建立都是依靠人际关系的确立, 谁只要他掌握了人际关系, 他就掌握了深度。 如果你在团队最深处的底部, 你没有推荐对象的电话号码, 也没有确立人际关系, 那么你就没有在团队的最深的底部, 发展生意。 在生意拥有权这个问题上, 没有所谓的管理, 生意拥有权和管理这两个词, 就好像水和油一样, 不能混为一滩。 你无法通过管理来解决任何事情。 很多人不要再指望部门领导来帮你把事情做好, 这次聚会后, 你要成为生意的主人, 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一个生意允许你做等别人的帮忙。 如果你加盟赛百味快餐连锁, 难道你要等赛百味的创始人来教你怎么做三文质吗? 这是三文质的制作方法, 我们会在这里培训你制作头五个三文质, 或者头五百个, 我们会在旁边帮助你的。 没有这样的好事, 你要自己动手启动生意。 在这个生意里, 我们拥有持续教育计划, 帮助你们个人成长。 外面的人愿意花成千上百的钱去学习这些东西, 而我们这些学习资源唾手可得, 却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 如果你有一个生意导师, 你很幸运, 谢天谢地。 但是你要学会做一切应该做的事情, 因为这是你自己的生意, 如果你自己不去做, 谁会在意呢? 拿出男人的气概吧, 你想讲述什么样的人生故事呢? 哦, 我已经尝试过了, 我加入了, 真的加入了。 你在说什么呢? 你是在加入累秋联盟吗? 生意不是你加入了就算的, 生意是要你去建立人际关系的。 在建立深度的时候, 我们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 我可以花一整天的时间, 用我们犯过的错误做反面教材, 让你们吸取经验教训, 不再犯我们犯过的错误。 你们的领导人也会犯错, 他们犯下的错误可能比我们还多上千个。 我们知道, 我们不必畏首畏尾, 只需要大胆建立生意。 对我们而言, 我们犯下最大的错误, 时至今日仍然在犯的错误, 就是我们太早把任务, 分配给组员了。 当小组达到三四层深度的时候, 是我们最容易犯很多错误的时候。 因为在这个时候, 你开始觉得你建立的小小团队开始成型了。 你第一次拥有机会意识到, 你找到了一个组员, 打算增加一点宽度, 想看看他们可不可以自己启动生意, 把一些工作分派给他。 如果你不想每个月都在一千五百积分那里停步不前, 那就在每个小组发展到三四层深度的时候, 把工作分派出去。 到时候, 你会发现你的生意就像一扇旋转门, 一边门进来一个人, 另一边门就出去一个人, 人来了又走了。 而你百思不得其解, 为什么我的团队没有成长? 为什么? 因为正是你这个领导人, 你的团队才会到达三四层深度。 刚才林讲到了孩子的自行车, 教孩子骑自行车是我能想到的唯一一个例子可以说明这个问题。 首先, 你要自己学会骑自行车, 然后再教小朋友骑。 但是, 我的小孩年纪还小, 刚教完第一个小孩骑自行车, 就要开始教第二个。 如果我让五岁的儿子教我三岁的儿子骑自行车, 你们知道这是多么疯狂的事情吗? 如果我的邻居看见了, 他们会怎么想? 这家人在做什么呢? 这个小孩自行车都扶不起呀, 怎么能教弟弟骑自行车呢? 我们在这个生意里不也这么做吗? 有些人加入这个生意才三五个月, 我们就对他们说, 走吧, 去帮助新人吧, 教他们讲计划吧。 这样做的结果, 跟我五岁的儿子教三岁的儿子骑自行车的结果是一样的, 他们两人都会摔倒受伤, 不要再分配任务了。 你们想拥有这个生意吗? 你们想成为团队的领导人吗? 那你就得愿意挽起袖子, 工作亲力亲为。 你知道如何建立人际关系吗? 那就是服务他人。 在团队中建立人际关系和信任的唯一方法, 就是你下去主要的小组的底部, 为组员服务。 和他们一起玩, 带他们看电影什么的, 这都不是服务他们, 这些是交朋友的好方法。 但是你必须意识到, 交朋友和做导师是不一样的。 大卫和克里斯汀是我们最好的朋友, 但是我不会说我们是好朋友, 我知道这么说好像有点分裂。 我说我们是最好的朋友, 因为我所理解的友谊, 也许跟你们所理解的友谊不一样。 我所理解的友谊是, 两个人志同道合, 可以谈笑风生, 一起玩乐, 一起做运动。 这些是我的朋友。 建立这个生意之后, 我意识到真正的朋友, 就是那些无论你做什么都会支持你的人。 我也意识到, 我们拥有了世界上最好的朋友, 大卫和克里斯汀就是我们最好的朋友。 有一次, 我们离家还有两个半小时的车程, 车子抛锚了。 我们给大卫和克里斯汀打电话, 因为我们要去讲计划, 我们不知道我们是否能够去的城, 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做。 大卫开口说的第一句话是, 你们在哪儿? 我去接你们吧。 我说, 大卫, 我们在宾夕法尼亚州。 他说, 没关系, 在哪儿? 他没有说, 我今天还有事情要做, 走不开。 如果你们了解大卫, 那天他要讲八次计划, 在困难时刻伸出援手, 这就是友谊。 你们知道, 我那些所谓的朋友会怎么说吗? 我们会为你祈祷的, 希望你一切顺利。 或者是, 不行呀, 我们不会修车, 抱歉。 你看, 你的团队愿意为你赴汤蹈火, 支持你做任何事情, 这就是友谊。 要建立深度, 你必须带着新人一起走下去, 往小组的深度发展, 你帮助他们创造业绩, 你就能建立人际关系, 赢得朋友, 树立导师形象。 他们还是新人, 你已经向他们展示了这个生意, 以及这个生意可以给他们带来的一切。 现在你的任务就是向他们证明, 这个生意就像你描绘的那样美好, 因为事实就是如此, 你一定要以主人翁的姿态, 推动小组往深度发展。 要建立防火墙, 你们听说过防火墙这个说法吗? 我以前还以为是我的部门领导, 约翰·克劳提出的说法, 但是我现在可以肯定 它是从德士帮那里偷来的, 无论出自谁都没有关系, 我们把它偷过来用, 现在就是我的了。 安利企业提出了一个疯狂的概念, 叫做快速通道, 只要你的生意达到一定的宽度, 就会得到奖赏, 但是你每建立三到四层深度, 就要建立一道防火墙。 如果你没有建立防火墙, 那你就要把这个任务推卸给团队成员, 每建立三到四层深度, 你都要建立一道防火墙。 在我的团队里, 有些做到了2500到4000积分的人来找我, 对我说, 提姆, 我的团队里没有领导人, 我会给他们同样的回答, 你的团队当然没有领导人了, 你自己做到了2500到4000积分, 你就是唯一一个领导人啊? 大卫总是教我们说, 从零做到红宝石, 你是团队里唯一一个领导人, 你自己一个人做到那么多积分, 证明你有很好的工作态度。 坦白说, 仅靠一个人的力量是不够的, 你必须出去寻找领导人。 如果你的团队从零做到了7500积分, 你还在寻找领导人, 那么你自己就不是领导人, 你在祈祷别人替你工作, 你在祈祷自己加入的是一个金字塔骗局, 而你位于最顶端。 我们面对现实吧, 如果你从零积分做到7500积分, 你却还在寻找别人替你发展生意。 这说明了, 你想要的就是金字塔骗局, 你想指挥底下的人干活, 而你坐在最顶端享受人生。 各位, 这个生意不是这样运作的。 在这个生意里赚钱的唯一方式, 就是自己出去工作, 每建立三到四层深度, 你就要建立防火墙。 在你团队的三个位置, 找到三对不同的夫妇, 或者三个不同的人, 你全心全意帮助他们。 领导人当年为你做了什么事情, 你就为他们做同样的事情, 然后再往下建立三到四层深度, 然后再去团队的其他位置, 建立一条快速通道和一道防火墙。 再次重复做过的事情, 如果你发展到十二到十五层深度,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往上看一看, 想一想哪些人在踏踏实实地做事。 除了我的努力之外, 还有哪些人增加了宽度。 如果你想控制生意的增长, 那么你最好在十二层, 十五层或者二十层深度里建立人际关系。 你们可能会说, 这个目标听起来不容易啊, 那要做很多的工作呢? 拜托, 讲一个计划需要多长时间呢? 就算算上寒暄建立感情的时间, 时间也不长, 我是认真的。 你开车上班要花多长时间呢? 我敢说, 开车上班来回一趟的时间, 比讲一次计划的时间长多了。 不要一味抱怨做到十二层, 十五层或二十层的深度吧, 你还要做一件事情, 这件事情是任何人都无法为你的团队做到的, 那就是树立榜样, 以身作则。 你想知道怎样发展深度吗? 你做什么? 你下面的人就会做什么? 他们都看着你呢。 有意思的是, 我们都明白要对孩子们以身作则, 可是换做这个生意, 我们却以为有所不同。 如果你们认为, 我只是想教你们如何建立这个生意, 然后你就能自己建立, 这就错了。 没有人能教你如何建立这个生意, 你得自己走出去, 一边做一边学, 行动永远先于动机。 如果你想等到自己充满活力再去建立生意, 那么你将会等待非常漫长的时间, 或者你带着激动的心情, 离开像今天这样的聚会, 回去以后付出一点努力, 结果没有马上成功, 你就放弃了。 你必须付诸行动, 坚持足够长的时间, 直到看到结果。 这样你的动力会更加强大。 然而, 归根到底一切都在于行动。 大家都明白, 积分是深度引发骨牌效应产生的,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往下发展三到四层深度, 因为如果不这么做, 我就不能获得很高的积分, 引发不了骨牌效应。 我们的系统有一个聪明绝顶的奖励制度, 我不知道迪威士和温安洛是怎么想出来的, 到达7500积分需要九个步骤, 100积分, 300积分, 600积分, 1000积分, 1500积分, 2500积分, 4000积分, 6000积分, 以及最后7500积分。 我不知道你们的情况, 但这是我领悟出来的规律, 建立十到十二层的深度, 你就可能发展出一个准备冲刺7500积分的小组, 我是怎么知道的呢? 我这么说吧, 也许你的一个小组最下面的组员有100积分, 那么他上面的组员可能就有300积分, 因为他总不能比底下的组员的积分更少吧, 而这个人上面的组员不想跟他是同样的降线, 所以他可能有600积分, 而这个人上面的组员不想跟他一样有600积分, 想拉大积分差距就可能做到1000积分, 而他上面的组员也不愿意比下面的人积分低, 所以他们要做到1500积分, 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 如果你的小组能发展到九层神, 总共九个不同降线, 你就能建立一个7500积分的小组, 假如你的小组深度达到12层到15层, 而每个人都想达到比下面的组员更高的级别, 那么你就拥有足够的组员创造足够的积分, 发展出一个7500积分的小组, 这种生意架构简直就是天才之作, 谢谢你们, 我花了12年的时间才想出来的, 我们是不是把这个生意想得太复杂了? 我们老是想着要找到正确的人, 要做正确的事情等等, 完全没有必要呀, 在你达到Q12之后, 再担心这些事情吧, 你们得先寻找到新人加入, 建立深度之后, 领导人就会出现了。 最后, 我就谈一谈领导人的定义吧, 我希望你们牢牢记在心里, 有些人会看着自己说, 天哪, 原来我不是我想象中的那种领导人, 有些人会说, 只要做到这些就能做成领导人了, 我希望大家诚实地面对自己, 在我们做到1500积分的时候, 在我们的每周聚会上, 我问过约翰克劳, 你怎么知道自己找到了一个领导人呢? 我永远不会忘记他的答案。 他说, 有两点, 首先, 一个领导人可以亲自推荐新人加入, 并且能够坚持下去。 其次, 一个领导人在你建立的第一个小组时, 帮你建立第二个主要的小组, 一步一步建立深度, 就是这两点。 如果你是领导人, 你不必等到导师的指令, 也不需要导师的激励, 就自觉增加团队的宽度, 发展更多的小组。 你至少要把第二个小组发展到12层, 失误层, 或者20层深度。 如果你找到了这样的人, 那么你就找到了一个领导人。 我们加入这个生意已经有12年, 以我们的经验, 这绝对是真知灼见。 我们犯了大多数人都会犯的错误, 过早地把工作分排下去。 我们以为培训一个做到Q12的人, 他就应该知道怎样建立这个生意。 这样的想法是错误的。 他们有没有亲自建立更多小组, 增加前排的宽度? 他们有没有在第二个小组中发展深度?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 感谢上帝把你找到了一个领导人。 如果现在的答案是否定的, 那么你应该知道, 要做些什么工作发展小组深度。 如果你没有人为你建立小组, 发展深度, 那可是你自己的深度啊, 这个领导人的定义 可以让你看见领导人的必备条件, 你就会清楚自己要寻找什么样的人, 最后你就能找到能够建立生意的人。 积分并不是一个很好的衡量团队成长的指标, 你得看看自己有多少领导力。 在人生中不管是工作还是管教小孩, 无论是什么事情最重要的还是你的领导力。 在我看来, 你们是在建立生意, 这个生意能够给予你世界上最卓越的领导力培训。 我们可以学到许多知识, 但是没有行动, 没有学以致用, 我们学到的知识也完全是浪费。 后台的领导人都已经百分之百地 做到了, 他们是领导力的象征, 就是约翰·克劳所说的领导人。 他们都自己增加团队的宽度, 至少在第二个小组中向下建立深度, 他们每一个人都建立了六个拥有深度的小组, 甚至还有更多。 你知道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吗? 你可以信任他们。 有假模假式的领导人, 有只占位置不做事的领导人, 还有真材实干的领导人。 你们知道什么是虚假的领导力吗? 你看看你上班的公司, 那些经理的所作所为就是虚假的领导力。 他们的老板给他们安排这个职位, 他们的领导力来自于这个职位。 这个生意的美好之处在于, 领导力要靠个人努力争取。 关于领导人, 我有没有说他们必须处在什么年龄段, 才能成为领导人呢? 有没有说他们需要从事什么职业? 有没有说他们必须是什么种族背景? 有没有说他们必须有多少小孩? 或者他们将来想要有多少个小孩? 什么是领导人? 不是看这些条件的, 唯一要看的就是他们取得的成果。 在这里我向大家提出挑战, 回去画出你团队的构架。 约翰·克劳这么要求大卫杜杀, 而大卫这么要求我们。 正如林刚所说的, 我们在家里那块创造奇迹的白板上画出团队构架, 你只需要一张纸板而已。 当然, 我们的白板更加清晰明了。 如果你的白板横向有四个圆圈, 代表四个小组, 纵向有二十个圆圈, 代表二十层深。 每个圆圈上都填上了名字, 建立了人际关系网, 你就获得了财务自由了。 你可以继续向前, 做到钻石, 追求财富, 享受美好的人生。 你只需要建立四个小组, 每个小组达到二十层深。 这样的生意就能给你带来巨额的收入。 你可以做你想做的事情, 建立强大的人际关系网。 最重要的是, 经历这个过程, 你会成为一个更优秀的人。 你所加入的生意, 不仅仅是一个生意。 我希望聚会到了这个时候, 你已经想明白了这一点。 加入这个生意之后, 我们一点一点地实现我们的人生愿望。 我从来都不认为, 我有一丁点领导力的潜能, 也不认为我能成为一个领导人。 因为我没有所谓A型人格, 不是天生的领导人。 没有人天生就是领导人, 只有天生的婴儿, 哭泣的婴儿。 大家永远都不能忘记这一点, 我的两个儿子做了一些事情。 我有时候想, 你们长大之后会成为出色的领导人的。 我只是希望, 以后没有人知道, 你们小时候都做了些什么傻事。 大家不要笑, 你们都是一样的。 除了你自己, 没有什么人能够阻止你建立这个生意。 每一天, 你的头脑都要有强大的自动冲水功能, 把过去的精力像冲厕所一样冲掉。 让记忆短暂一点吧, 不要老想着过去。 我不在乎你们加入这个生意多久了, 这个生意不在乎你的过去, 你的部门领导不在乎, 你的伴侣也不在乎, 他们唯一在乎的是你走出去建立这个生意, 追求伟大的成就。 人生就是一场冒险, 我很讨厌人们说, 这个生意就是一场旅行。 我不同意这种说法, 在我看来, 旅行听起来一点都不有趣, 让人兴奋不起来, 而且让人觉得漫长。 我认为这个生意是一次冒险, 因为每天你走出去, 不知道你会遇到什么样的人, 你不知道谁会成为你下一个直系, 下一个Q12, 也不知道谁会看懂这个生意, 成为你下一个最优秀的生意伙伴。 你只需要保持这种思维, 直到每一天都要走出去, 努力建立生意。 你在寻找胜利伙伴, 要把他们放在这个生意里, 就像我们当年一样, 加入了这个生意, 有机会不断成长, 成为领导人, 然后走遍全国各地, 把机会分享给更多的人。 我真心希望, 你能为其他人做同样的事情。 昨天晚上和今天早上, 我有幸在大堂里, 见到你们当中的很多人, 我可以向你们提出一个请求吗? 不要那么自私, 不要把自己的故事藏在心里。 我听了很多领导人 克服重重困难的成功故事, 但是需要听到这些故事的人不是我们。 当然, 我喜欢听这些故事, 喜欢领导人跟我分享他们的故事。 但是你们知道吗? 你们也需要这样一个平台, 能够与别人分享你们的故事。 这样你们的故事可以影响其他人, 就好像我们影响你们一样。 这个生意就是这样运作的。 如果你不建立这个生意, 不和别人分享自己的奋斗和成功, 那么你就是偷走别人的机会。 如果他们拥有这个机会, 他们也可以很优秀。 这是一个无私的生意, 我们唯一变得自私的时候, 就是我们开始想到自己, 想到自己尚未做到的事情, 想到自己应该做的事情。 这个时候, 我们的头脑就会琢磨自己的事情。 人们需要听到你克服困难的故事, 他们需要听到你介绍自己的背景, 讲述你如何加入这个生意, 以及后来的经历。 你可以把你的故事和他们分享, 给他们希望, 让他们相信他们也能成功。 我希望我们也能为你们带来希望。 你们拥有这么出色的领导人, 拥有这么美好的生意环境。 今天我们在这里过得很开心, 去建立这个生意, 迅速成长吧。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